我们今天地球上的人想什么 所想的全是负面的 全是偏邪的念头 没有真知真觉 没有正念 古时候社会为什么那么好 古人所想的 从小就有人教 教你想 无能 无常思维 霸德 佛教我们想 三规 无界 十善 这些圣贤教会 与心得相应 现在所谓是真能量 地球上出现太平神世 原因在此地 那么现在人是想的 无能没有了 无常也没有了 三规 十善也没有了 三规 十善也没有了 想的是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其情无欲 他想这些东西 他想这些东西 想得太过分了 所以感召来的灾难 全世界 全世界 偏重在物质上的发展 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会毁灭地球 会毁灭文化 死路一条 现在已经到爆炸点了 那这一代不能挽救 就没得救了 所以地球 能不能继续 还存在 人类 能不能继续生存 在地球上 全都看 这个代 那 唐恩比波斯说得非常好 他还念念不忘宗教 宗教决定不可以没有 对他说的话 宗教是神圣的教育 现在有没有了 没有了 经典还存在 有念的人 没有讲的人 没有一教奉行的人 有等于没有 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 我们仔细去研究观察 过过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 统统带头讲经教学 弟子们乘传 也是讲经教学 传到现在 没人讲了 为什么没人讲 他没有得到 经典的真实利益 只读 不讲 不行了 老师培养下一代 接班人 遇到真正的法器 教你每天读宗 一本经给你读 前面我说过 那是教学的方法 是用读经的方法 把你的杂念 妄想打掉 恢复你的清净平等级 用意在此地 现在不知道有清净平等级 不知道 你给他说 他哪有这回事情 所以现在宗教也等于没有了 有宗教的形式 没有宗教的内容 中国宗教的 这两个字的意思 是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崇的教化 现在 哪一个宗教 能符合这个意思 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做示范 三十岁开悟 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 七十九岁走的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中断了 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 介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 经现在说法 说多久了 极乐世界到现在 就十岁了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讲经教学 十岁没中断了 人是教的好的 佛带头做好榜样 身心眼角 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庄严 不是没有原因而来的 人是教的好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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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